哈喽大家好 今天师姐带来的电影 靶场 简单粗暴 血腔十足 故事就发生在一条公路上 六个大学生趁假期自驾出行 不料途中汽车突然爆胎 他们被迫停在山野中央的公路上 几人纷纷下车查看 就下车的短发女孩撞到了头 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 蓝衣小哥赶紧扶她坐下 又去后备箱装了袋冰块 递过去给她敷头 荒山野岭汽车突然爆胎 看来他们都没看过师姐的解说啊 这种情况明显就是杀人魔影片的标配嘛 几人依旧不慌张 黑发姐把短发女扶到后面休息 期间扭了扭自己疲惫的脖颈 黑人小哥盯着女孩半路的肩膀 咧嘴笑了出来 为了避免自己流出口水 赶紧和身边的衬衫搁搭话 问她接下来要做什么 男孩调侃说和女孩发展关系呗 金发女适时打断对话 召唤大家看镜头喊个茄子 拍照记录下此时此刻 谁都没想到 这张照片即将成为遗照 拍完照片金发女到处找信号 一定要发到网上才罢休 完全不在意自己是否被困在山里 男孩们负责换胎 衬衫男拿出备用胎 小岚上去摸了摸 提醒她说 这个胎也有磨损 黑发姐举着手机试了半天 终于在地图上找到一家修理厂 大概有20分钟路程 一个来回下去 怎么也要一个小时 短发妹还想七点前赶到妹妹生日现场 16岁可是个好年纪 几个人保证绝不耽误这件大事 说不知现在生死都成了问题 小黑不会换轮胎 留下两个兄弟就去远处方便了 衬衫男试了几下也不行 只好把工具交给满身肌肉的小岚 她和女友在旁边秀了会恩爱 就丢下小岚躲到后面凉快去了 最后只剩下小岚独自忙碌 其他四个人在汽车另一边聊天 小岚突然发现地上有个弹壳 她警惕地抬头看了看 后面的衬衫男只听到扳手落地的声音 扭头一看 轮胎正滚向远处 赶紧起身追出去 金发女绕到另一边想去帮个忙 竟看见小岚坐在地上 脑袋上开了个大窟窿 没有人听到枪声 可是当衬衫男滚着轮胎回来时 金发女的眼睛已经被射穿了 世界实在是想吐槽吐槽她们的眼睛 就算接下来都是慢镜头 黑发女看到同伴受伤的正脸 前后甚至都是一个表强 短发女起码还倒吸了一口凉气 金发女转过身之后好久 导演才缓缓给了两个女孩特写 赶紧让她们换个表情 这才让凶手给了金发女第二强 小黑甚至嘴角上扬着就走过来了 世界以为她看不到尸体 但起码能看得到子弹啊 怎么也得惊恐的表情吧 好不容易黑发女大喊了声快跑 几日这才赶紧躲避 衬衫男不幸中枪 跌跌撞撞躲到另一边 小黑转身跑到枯树根后面 卷缩起来不敢露出一点身体 短发女躲子弹时不小心倒在地上 抬头就看到了小兰的尸体 还有散落的脑浆 吓得她连连后退 眼见就要爬出车身范围 一发子弹擦身而过 黑发女赶紧把她拉回来 死死按住她破口大骂 但她的眼睛也只限于死瞪眼睛 皱眉头 小黑不知为何吐了一地 可能是吓得反胃了 毕竟她还没看到尸体 这时汽车另一边响起一阵呼噜声 师姐我还以为是声音是睡着了呢 趁山男捂着双口挪了两步过去才知道 是还没断气的金发女发出的声音 不过她没出几双眼咽气了 趁山男愤怒地拍打车身 不停咒骂凶手是个胆小鬼 但其实她连头发丝都没敢露出去 女孩们还拽住她生怕她出去 四个人缩在地上等了很久 聊天的时候 黑发女终于说出了重点 如果距离不够近的话 凶手会过来的 说着她看了看趁山男的肩膀 告诉她子弹还在里面 这句台词相当于废话 没人给她取子弹也就算了 甚至都没人脱衣服给她包扎伤口 小黑听见两人对话 可能以为她俩有小秘密 喊着说她什么都听不到 那两个人说着说着吵起来了 黑发姐不想坐以待毙 趁山哥觉得大家不能动 现在这么躲着就挺好 这时小黑终于有想法了 他看见山那边有很多掩体 建议大家一起跑 反正凶手不可能同时杀四个人 鬼知道谁会先死 其他人当然都不同意 黑发女说自己手机找到过信号 说不定能报警求救 趁山男费力挪过去 刚要伸出胳膊 短发女拿出了祖传的自拍杆 他们或许觉得凶手会杀人 但是不会杀手机 于是忐忑地伸出了自拍杆 凶手当然不傻 直接击碎了手机 趁山哥又缓了一会儿 决定试着启动汽车 轻轻推动一段距离找信号 黑衣女看出大家站在斜坡上 如果车跑了 连遮挡物都没了 趁山哥管不了那么多 攒足了劲冲进车厢 刚打开门 凶手就射了一枪 他火速关上门躲回去 和黑发女交流感想时 趁山男突然灵光一现 于是不久之后 一个女孩支起了帽衫伸出车尾 另一个女孩用手机去车头录像 趁山男趁凶手打帽衫时 冲进车里插钥匙 在他放开手刹的瞬间 凶手转移了目标 这一切并不是徒劳无功 从短发女拍摄的录像中 几人看清凶手 就藏在附近的树冠中 镜头转向趴在树上的凶手那边 他虎视眈眈的瞄着几个人 一刻都不肯松懈 之后趁山男幸运的躲过了子弹 冒险拿回了工具箱 小黑远远问他要做什么 让他们别把自己留在这里 趁山男说自己要去寻找救援 接着就把工具箱的盖子 粘在了手臂上 他说只要拼尽全力启动汽车 挪动一点点就有希望 这一番话终于说动两个女孩 趁山男貌似冲进去成功启动汽车 不料他再次中枪 不能和女孩们一起推车了 短发女紧接着中枪 倒下去时不幸落在后面 汽车缓缓向坡下滑去 黑发女拖不住汽车 不小心跌倒在地 他拼命追赶过去 终于躲到了汽车后面 短发女坐在空地上瑟瑟发抖 黑发女听凶手没了动静 大喊他正在重新装子弹 小黑和短发女同时逃跑 短发女跑到同伴身边 可小黑不幸脚踝中弹 即使他拼命向远出爬 最终还是被射中了大腿 凶手并未直接取他性命 黑发女吼着让小黑解下皮带 紧紧系在大腿根上 小黑照着他说的做 可没多久还是晕了过去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黑发女把铁锤烧到灼热 给衬衫男止住了血 竟然小心翼从车里取出水 小黑好不容易拿到了水 凶手直接射中了他掌心 不知过去了几个小时 乌鸦都停在了尸体上 两个女孩拿出照片翻看 衬衫男比谁都难过 金发女怀了他的孩子 两人都已经准备结婚了 想到这里 他干脆起身走了出去 可笑的是 凶手并未射击 好像正在远处看戏 衬衫男把衬衫盖在爱人头上 拉住他的手坐在了一边 小黑突然听到头顶有声响 他抬头一看 草丛中有只野狼 正虎视眈眈眈的盯着他 正在众人绝望之际 远处突然驶来一辆汽车 衬衫男仲要呼救 凶手终于开枪了 最后他倒在了爱人身边 后面那辆车里坐着一家三口 驾车的妻子发现前面有事故 刚要叫醒丈夫 凶手直接射穿了他的手臂 鲜血溅在后座的女儿身上 车厢内乱成一团 汽车撞到前车侧翻过去 滚了几圈才停下来 满身是血的妻子走出车厢 黑发女大喊着让他不要走 女人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很快被凶手击毙 他刚倒下去 男人摇摇晃晃走出来 把妻子拖回了身边 黑发女大喊着让他报警 男人来不及找女儿 背过身去打电话 这时凶手打漏了邮箱 短发女本想提醒男人 黑发女赶紧阻止同伴 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随后汽车瞬间爆炸 男人变成了一团火球 黑发女盯着燃起的烟雾 仿佛找到了希望 她觉得凶手看不清烟雾里的人 天色逐渐暗了下去 黑发女决定在夜色中行动 两个女孩扎破了轮胎 尽其所能撕下了橡胶皮 接着又拆开了汽车座椅 把汽油撒进车里 点火后汽车很快燃起火焰 两人静静等待最佳时机 凶手对这边又射了几枪 没过多久 一辆警车缓缓开了过来 两个警察看到凶手射击了 但是他们没有上前 而是让后面的同伴架起武器 就在警察打电话寻求增援时 凶手击毙了其中一人 后面的同伴刚要动手 受伤的警员失去意识 踩下油门 警车急速向前行驶 黑发女让同伴赶紧跑 但是短发女一动不敢动 她只好独自行动 此时人热的汽车冒起滚滚浓烟 女孩在烟雾里急速前进 可是她没一会儿就跑出烟雾 黑发女愣了一下 刚准备继续跑 凶手一枪爆头 此时另一个警员终于控制住警车 把车停在不远处 短发女一路狂奔过去 躲到了幸存警员身后 几个警察对着凶手的方向疯狂射击 却一枪没中 短发女想赶紧离开这里 警员却坚持解决凶手 凶手刚才一直趴着没动 现在趁人说话的功夫 几下便解决了后面两人 此时只剩最后一个警察 她拿起同伴的武器就要动手 不料刚起身就被击中 短发女成了最后的幸存者 女孩不想再忍下去 冲进汽车猛踩油门 一路撞向凶手藏身的大树 对方来不及反应 一阵猛烈的撞击后 凶手被震下了树干 她的身体被安全绳牢牢捆住 趁她割绳子的功夫 女孩赶紧爬出汽车 捡起了落下来的武器 然而她并不会使用武器 凶手落地 见她手足无措地愣在原地 得意地站在车顶示威 谁知女孩无师自通 猛然朝着她连击数次 男人甚至来不及反应 终于倒在了地上 短发女妹给她反击的机会 用武器手柄 狠狠朝她脑袋砸去 女孩这才发现 手柄上全是凶手技术的痕迹 想起那些去世的伙伴 她忍不住砸了最后一下 没想到这一下 导致武器走火 直接取了她的性命 生命的最后 女孩流着血不禁笑出了声 最终全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 本片虽然剧情上漏洞十足 演员的演技也有点欠打磨 但也不失为一部下饭良片 最后的结局 更是让人不禁发笑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订阅时间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Mua